大家好呀,我是花猪 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抽到卡夫卡了 我也是收到了很多询问 卡夫卡是否必带卢卡桑伯西路瓦 他的强度如何 本期就为大家来详细解答一下这些问题 开始前辛苦大家点个免费的点赞投币收藏支持一下花猪 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角色 祝投币的朋友出角色武器 祝三人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 关注花猪 有原神兴帖问题都可以问我 首先是卢卡和桑伯的区别 卢卡属于单体输出角色 给敌人上的一伤对所有伤害生效 桑伯则是对单队群都可以 给敌人上的一伤只对持续伤害有效 接着请大家看一下他们的演示 已经练了刃或者单横的朋友 推荐练卢卡用来打物理弱点怪 练了克拉拉或者素长的朋友 推荐练桑伯 如果物理和风系一个都没练 推荐先练卢卡 因为他的战绩可以解除敌方的增益效果 在打给自己回血加攻击这位敌人的时候非常不错 至于西路瓦 我作为把他练到80级并且满星魂的玩家 不推荐朋友们练 同一种属性的输出练一个就行了 把资源拿去好好练卡夫卡吧 这是我卡夫卡的属性 两件套一气是错误的 推荐大家用后面图上的空间站和银河商会 我是没体力刷了 暂时用用 接着来说 卡夫卡甚至必须要带他们三个角色之一 卡夫卡的强度如何 这是我实验后的配对 请大家看演示 艾斯达可以为全队加60%的攻击力和50%左右的速度 停运可以给卡夫卡加攻击 加造成的伤害 二大辅助再加一个奶妈 就我这样的卡夫卡照样打得非常爽 所以只要把这些辅助练好 不想玩卢卡 桑波 西路娃也是可以的 卡夫卡释放大招或者帮助队友攻击敌人后 都是可以给敌人上持续伤害的 我这个卡夫卡每回合可以给敌人造成1万左右的持续伤害 战绩引爆 对单的敌人是1万多 大招是2万多 敌人越多越爽 大家请放心 后续有什么福利活动 攻略资讯我都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只希望关注我的朋友都能拿到所有奖励 同时希望还没点赞投币和收藏的朋友 辛苦点一下支持一波 关注花猪 每天来看看 以免错过 请不吝点赞投币 请不吝点赞投币